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啊 咱们继续聊天讲故事 按说呀,咱们今儿该开新书了 关于这件事儿,我琢磨好几天了 咱们开哪段书呢? 本来啊,我是这么想的 乾隆皇帝的实选武功吗? 咱们呀,简热闹的来 把这原来的顺序打破了 这大清朝啊,在乾隆年间 打的那些泄了尽的,没有意思的 甚至啊,是在这个道义上啊 多少啊,有那么点偏颇的 咱就不讲了 后来想想啊,也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个战争故事啊 它无非就是发生在乾隆年间的 这几十年当中 这里边涉及的人物关系啊 以及事件关系很多 如果咱们不挨着讲呢 到时候可能听着就费劲 哎,他连不上 哎,有这想法之后啊 我就做出决定了 放弃了呢,本来啊 想讲那二大金川的稿子 又把这个清缅战争啊 拾起来了 本来要是说讲这个清缅战争啊 我准备是从哪开始呢? 本来是想啊,这一开把 咱们就聊聊这历朝历代 中缅之间的边境关系 以及啊,这个朝共体系 后来一琢磨呀 不灵 这么开始啊,他有点突兀 这滇冕战争当中啊 涉及到的文臣武将 多数啊,都跟咱们前一部书有关系 哎,就是一个清平大小合着之乱呢 乃至上一部书 这清平准改尔之乱 这么一想啊 咱们呀,还得回新疆 回到伊犁 先把这人物关系啊 给他续上 把这两段故事当中啊 都涉及到的将军 哎,把他提出来 摆牌摆牌 这样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 这清平大小合着之乱以后啊 大清朝在新疆这块土地上啊 设立了一个官职 什么官职啊,伊犁将军 那么说啊 这大清朝为什么要在整个新疆地区 设立将军制度 而不设立留官制度呢 首先说啊 这大清朝廷认为 这一地区的人口结构啊 是当时华夏作为复杂的地区 这北边的准部啊 是蒙古人 南疆的回部呢 是既有维吾尔啊 也有布鲁特 这布鲁特呀 现在我们称呼其为 克尔克兹族 在北疆呢 推行州府制度啊 首先说的地广人稀 不太适合建立世俗的城市 人员呢 以这个游牧为主 你也不好管理 那么 如果和这个墨北蒙古一样 推行那个蒙旗帜怎么样呢 哎 也不行 这墨北蒙古啊 臣服大清 当年推行蒙旗帜啊 虽然有困难 但是啊 还是坚持下去了 清政府啊 用几十年的时间 慢慢的就收回了这些大领主的权力 把这些权力就分散给了蒙旗当中的小王爷 这末南末北呀 一下子就从几个大韩呢 变成了无数的王爷 这权力一分散呢 那就谈不到团结了 这中央政府啊 那一下子就好管理了 可是墨西蒙古不行啊 这原来是厄鲁特 是准个二韩国 这儿的蒙古人呢 本来和大清啊 就不对付 所以说才有了这个乾隆二十年 这清军出兵啊 就灭了准个二韩国 本来呢 这乾隆皇帝呀 想在这儿分封四汗 也慢慢的把这儿的权力呀 分散化 可是一看呢 行不通 咱们换一句好理解的话说呀 就是人家这儿的王爷 吃过见过 人家见过真正的韩国是什么样 见过真正的这个大权独揽的 统一王朝是什么样 所以啊 你要想把人家分成这个四部 分而至理啊 人家不乐意 人家还是想推取出来一位总韩 这样呢 这四家韩王啊 就跟这个中央政府又起矛盾了 所以才导致有的这个阿门撒那呀 降了又反 反了又降 降了再反 最后呢 导致乾隆皇帝再次出兵 大将军召会平定北疆 这一下呢 这乾隆皇帝就火了 对这个准岗尔布啊 实行了清剿政策 那是怎么个细节呢 基本上就是啊 你只要不归顺我大清 这妇儒啊 基本上啊 就是卢走 分给这个 漠北和漠南蒙古的这些王爷呀 做奴仆 那这男的呢 那就更好办了 只有一个字 那就是宰呀 所以说这乾隆皇帝觉得 在这推行蒙旗制也不合适 那咱们再说说南疆 为什么这乾隆皇帝 在南疆也不实行留官之呢 哎 他也有原因 因为这个回布和这个布鲁特呀 他都是教门 人家也有自己的民族信仰啊 和这个生活习惯 也就主要寄居在呀 这切伯格城里边 哎 你像什么喀什噶尔啊 英吉沙呀 叶尔卿 和田 阿克苏 乌什 库车呀 还有后来的 嘎拉沙尔城 各个城 各个寄居地呀 最早人家就有自己的这个政治势力 和这个宗教势力 既然如此啊 拍世俗官员过去 也不太合适 这么一来呀 这乾隆皇帝就就坡下驴 在征讨完这个大小合着以后啊 干脆在这个新疆就任命了十大王公 首先啊 确立了他们坚固的贵族地位 这样呢 从那个侧面啊 就能伸手控制住宗教 然后这些王公们呢 再任命自己的伯克 也就是世俗官员 这么一来呢 这中央政府啊 只要控制住啊 他信任的这些王爷 保证的这些王公啊 通通的新乡大清 哎 这也就好玩意了 据于这些所有的原因在内呀 这乾隆皇帝才决定啊 在新疆有必要设立 将军一职 那么说现在是哪一年呢 现在正是啊 这乾隆二十七年 乾隆皇帝啊 在旨意中啊 交代的非常清楚 哎 他说呀 自康熙雍正年间 风火逼近击 边民取风低 中国运响屯甲于 科布多巴里昆 且守且战 先后躺避七千余万 且准嘎尔布 横跟于卡尔卡与位葬之间 南北要随军位安斩 如今呢这天山南北统一了 对了吗 这大小合着也平定了 这准杆尔韩国也灭了 这一下子也从这个末北 到新疆直到青海西藏 连成了一片 这么一来呀 就彻底解除了 这京畿一线 以及长城内外 所有外部势力 能够带来的威胁 那么这意义呀 那就深远了 这乾隆皇帝记着说呀 这天山北路 地广人稀 非较雄厚驻兵 不足以言震慑 这南部呢 自古以来呀 称之为回部 人言较愁密 但这个所居之人呢 或为回部 或为布鲁特 自古皆有自己的信仰 风俗 所以呢 这政府在这边啊 派出重兵 以及这个刘官呢 不太合适 所以有必要设置将军一职啊 作为这个新疆的总提调 所派将军呢 由这个朝廷皇帝 直接任命 作为该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 以及军事长官 下设都统 参赞大臣 办事大臣 协办大臣 领队大臣 等等 分别驻守各城各镇 隶属于将军 那么说 这将军的这个都府设在哪呢 这乾隆皇帝也想过了 这将军的都府啊 就设在伊犁 因为这伊犁 本就是当年 准央二韩国的首都 所以在这设的将军之职啊 就被称为伊犁将军 那么新疆地是大了 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将军 设在伊犁呢 这南疆诸城啊 肯定要比北疆伊犁 要富足的都 可是乾隆皇帝已经交代过了 为了照顾这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情绪啊 以及人家的宗教信仰 所以说呢 在这个南疆啊 不设重兵 把这个统侠南疆的将军府啊 设在南疆啊 显然是不合适的 那么说现在我们都知道 这新疆的首府啊 那是乌鲁木齐 那为什么不把这个将军府 它设在乌鲁木齐呢 这呀 它其中也有一个问题 咱们要是把这个问题交代清楚啊 可能又要触动一部分人的心 对比一下地图啊 您就能知道 这现在的新疆啊 和大清朝乾隆年间的新疆 可不是一样大 那会的新疆啊 比现在它可大多了 您现在看伊犁啊 它是一个边疆重镇 可是在这个乾隆年间啊 这伊犁可算不上是边境城市 从这个伊犁往西往北呀 还有大片的土地 那都是中国地 那后来哪去了呢 都被这俄罗斯吞并了 那说到这儿啊 有好朋友就奇怪了 那既然是历史的事实 有什么人不爱听 又有什么人不愿意接受这些事实呢 哎就是俄国人那群干儿子 谁在网络上一旦质疑了他的俄爹呀 这群疯狗是上来就咬 在这个B站的留言区呀 就这么一位 那简直就是上来就骂街 在这儿啊 我还得重新强调一句 在我的书馆里呀 只要一提到咱们这个西北 东北的边境问题 骂俄国人的时候多了 所以说我劝这群俄区呢 离咱们书馆啊远着点 这样的 您也不生气呀是我也不生气 您要是再不过瘾呢 干脆就把我拉黑 咱们书馆开书呢 是讲给呀那些能听故事 喜欢听故事的人 尊重历史 正是历史的听众 那您要是这么臭的份呢 我这儿啊 您待不住 走了 咱骂两句衔接得了 我这儿啊 接着给您说书 哎那会儿的伊犁呀 就是这个新疆的几乎中心 乾隆皇帝在此地设立将军呢 那就是更有力的能够控制全江提掉各处 于是乾隆二十七年十月 乾隆皇帝上誉伊犁地处北路急便 环山戴河 冒言数千甲 行事最为恶要 边陲锁月 空虚势众 那么说这第一任的伊犁将军 由谁来担当呢 哎这乾隆皇帝 早就想好了人选 这位将军呢 也是咱们书馆里的一位老朋友了 乾隆皇帝也在圣谕中又称 伊犁为新疆都会 现在驻兵屯田 自应设立将军事务 左以简用明锐 助其任驻寿为 总管伊犁等处将军 那这明锐是谁 您肯定不陌生 咱们在这个清平大小 合作之乱当中啊 没少提到过明锐 乾隆二十三年 赵会进兵黑水营 担任着营中先锋的 就是这位明锐 明锐啊 那是乾隆皇帝的内亲 他姓什么呀 他姓傅察 一听这个信 您就能明白 他可不是普通的内亲 他呀 跟这个高普高衡不一样 他们家出来的这位娘娘啊 是傅察皇后 是高宗乾隆皇帝的 正宫国母皇娘 孝贤皇后傅察师啊 是这明锐的亲姑母 大学师傅衡啊 是他的亲叔叔 那后来这乾隆朝的重臣 扶龙安 扶长安 扶康安 这些个安呢 那都是这明锐的亲叔的弟弟 那有人就说了 既然有这样的家屎啊 这明锐 踏实实的做他的小姑姑爷 躺在祖宗的功劳步子上啊 哎 就吃喝不愁了 可是就连乾隆皇帝都承认 这明锐 他可不是这样的孩子 这乾隆皇帝曾经给这个明锐啊 写过一首诗 这诗里边有两句呀 很说明问题 他说呀 不畏士咒家 而有如此人 足可见呢 这提到了明锐之后 这乾隆皇帝十分感慨 他说呀 在这么样的一个 大士族 大士家当中 怎么会出来 这么好的一个孩子呢 在这诗里呀 乾隆皇帝还称赞明锐 说这个明锐呀 既读书之大义 晚进贤语伦 短身既精悍 谋略一出群 在乾隆皇帝眼里呀 这明锐是干嘛嘛行 读书呢 读得好 在家里呀 对这个长辈老人呢 又笑道 当然了 这长辈当中 也包括他这个大姑父 不单如此 这下得马来 武艺还精湛 而且呀 在军中啊 还颇有谋略 至于他呀 会读书又孝顺呢 这史聊不及被子呀 我没地儿给您查去 所以我也不能证明 但是啊 武艺好 懂谋略呀 这一点 在这个清平大小 合作之乱当中啊 我们就能看到 首先说 在军队当中啊 敢打敢拼 但分武艺要不好 他也不会被赵惠 任命为自己的先锋官 并且作战呢 非常勇敢 但分啊 他要不是率兵冲在前边 也不至于 在这个英俄 旗盆山一战 让这个敌军呢 在腮帮子上 捅了一个大窟窿 说到这个有谋略呀 那就更了不得了 在追击这大小合作的 霍斯库鲁克领一战当中 这明锐带领着九百骑兵 对敌多少呢 这敌军呢 当时有六千多人 这一战下来呀 明锐不但没打输 并且呀 杀敌五百 勤获三十余人 一鼓作气呀 就把这六千人给杀败了 能如此的 以少胜多呢 足以能看出这明锐在军中啊 那是智勇双全的 平定了大小合作以后啊 这明锐自然也受到了乾隆皇帝的嘉奖 就在乾隆二十四年 那年是啊 1759年 明锐啊 被乾隆皇帝赏代了双眼花灵 并赠以这云其位的侍职 也就说这个职位啊 云其位啊 可以侍习下去 爸爸当完了 儿子当 儿子当完了 孙子来 半师回朝以后 这乾隆皇帝还命这个宫廷画师啊 给这明锐画下了 功臣像就挂在了紫光阁 成为了紫光阁五十功臣之一 随后不久啊 又把明锐剪拔成为 整白旗汉军都统 您看 这到了乾隆二十七年呢 又把这个明锐提升为伊犁将军 这一下可了不得了 这是正一品的将军之职啊 并且呀又加给了一个侍职 这回呀还不是云其位了 提了一格是齐都位 只用了这个短短的十年时间 这明锐呀就升到了封疆霸力 今天呀咱们简子聊了聊 这清王朝为何要设立伊犁将军 并且稍带手的 说了说这第一任伊犁将军明锐 咱们还是那句话 咱们的目的不是为了 单说这伊犁将军一职 咱们完全是为呀 这个清缅战争开的拉场书 明天呀咱们还得介绍一位将军 这位将军呢 先是啊这明锐的副手 后来呀也去了清缅战场 顺便呀咱们还得交代一下 这清朝啊 在新疆既然设了伊犁将军一职 他是如何驻兵的 驻兵分散在哪里 这兵啊又是都从哪来的 得嘞 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是明天接着聊